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打開這個 就是一個櫃裡面的一個洞 就是一個儲物的洞 也有十年沒有打開過這個洞 其實我都已經忘記自己放了什麼進去 所以就和大家打開這個洞 上面的就是比較常常用的東西 這個就是很暖的放廣鐵的既然品的一個箱 上面也很大同小意 因為剛剛撿到它很暖 現在這些也要重新砌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去看看有什麼放在裡面 嘩 等等 有部最舊的PSP 應該只有一個盒子 很輕 因為我手機就讀不到那些碟子 所以這個只有一個盒子 嘩 有一個 什麼 這個是 林海峰和這個港鐵Crossover的留計顏色 是2009年的產品 因為它說是39年的時候出的 是 就有兩個筆盒 L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樣東西會買到一個重複的做盒備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以前用的筆盒 這個就是口備那個 真正用的那個已經懶得很厲害 用來塞住其他東西放在另一個地方 哎呀 差點想 那些相片給你 這些全部都是俄羅斯方塊的遊戲機 開一個給大家看 那時候因為我怕它很快會壞 但是就買了六部這樣 那結果呢 那一部都還沒壞 所以六部一直都放在這裡 唉 開不了 有它了 我想大家也未必會很想看這些 有一個 電車玩具 有一點像電車過 這裡可以看到有三個型號的列車 這款是95搭白的 那呢 先看一下 這個箱子拿出來 那呢 就看一下 這個是L小時候玩的一些玩具 在家本屋裡賣的29.9元 那裡面是 包括有一家小巴 有一家的巴士 還有一家的的士 那另外呢 就有一些的場景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搞笑的 它是日文 但是它是香港的 的公共交通工具 挺奇怪 那呢 那呢 就看一下 這遊戲機拿出來看看 這個應該是一些公仔 看來有一堆的公仔 全部都是無用玩具 那我以為不開了 因為我也不想再拿出來 因為很多人 那呢 就下面 看看還有什麼 應該都是一些公仔 那有些... 的... 嘩 這個... 超恐怖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 有什麼東西 對 裡面有一些聖誕卡 那些 這個呢 是以前呢 草的 是用一百元買回來的 這個瓶 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玻璃瓶 尤其是汽水瓶 那這個呢 就是舊式的牛奶公司瓶 所以就... 賣了 還有一個是七起的 對 正 這個七里瓶呢 還有一個的蓋 是有松木在裡面 不過我收了一些蓋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就... 現在是這樣的狀況 對 最後看看這一箱東西 有什麼 是蜜當勒的 原具 門購品呢 那些蜜當勒的 那咧 就... 有一個... 可樂罐的... 嗯... 包 不知道為什麼 哇 是個朋友送給我 一本書 好啦 那...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我今天的這條影片